Coco早餐新春特别节目 喜欢回忆暗的天气 这杯咖啡喝着一只烟 你和我的低调气氛 是唯一的矛盾 橱窗里面的倒影 真的是同样的两个人 每次里面伤心的气候 还是一样的消失 我记得路上成为谁 我想去想的 我想你想你 也想我再许 我是相信自己的幻想的 好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歌声呢 是1976的歌曲 对不对 今天呢 在我们的过年的特别节目当中 仍然请到的是袁永鑫先生 大家好 你早 过年的假期最后一天咯 听众朋友你要收心哦 明天就要上班了 我以为你要握稿子写完美 没有 那等一会儿我再逼迫你 大年初五了 那今天要介绍的是什么主题呢 我们前三次为大家介绍 精彩的永鑫的流行音乐教室 今天是压轴好戏 那我要谈一谈就是 这几年我们帮很多的乐团 争取了一些经费 让他们去世界各国参加音乐节 那我想周杰应该晓得 以前有个很有名的叫乌斯达克 就西皮潮的时候的那个 博士顿旁边呢 我在那读书的时候都还去过了 还开车开两个小时 对啊 你去看过 我去看过哦 哇塞 因为在哈佛大学念书的人 都以为自己是文青 我们那个时候是跟香港啊 什么同学大家开车去乌斯达克 你可以讲一点吗 就是他就是 大家都从那个东岸各个部分来 乌斯达克其实马友友也去过 他是在那演 他每一次都会找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音乐家 然后其他的各个不同形态的 音乐演奏者都去 而且你就看到车子开去 然后大家带着带着这个毛毯啊 带着什么的 然后一天啊 一整天就在 不管是草地还泥巴 我们就觉得我们做了一个 人生当中极有气质的一件事情 我那时候是跟我的同学去的 他每一年都有 听说就是到那边 你光呼吸都会闻到什么大麻的味道之类的 对 你就会觉得 你就觉得 哇美国的这个东岸的这些 精英分子 其实他能够去的 多半也都是精英分子 中产阶级 是 然后都开着车去 很棒很棒 我那个时候在读书的时候 我就想为什么台湾没有一个 小乌斯达克 后来我们就有 肯定跟这个 共良 共良 对对对对 但不会有大麻味了 我们不敢啊 肯定不是偷偷也有吗 我后来去美国参加一些音乐节的时候 我一看就闻到这个烟味好怪 乌斯达克后来那个李安拍片不是也拍过吗 对他有拍纪录片 对对对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些歌手 有人去过乌斯达克吗 没有啦 乌斯达克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了 而且是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有不同类型的音乐节了 那我们的这个共良的海洋音乐节也会找别人 别的国家的歌手来 他会有一天是国际交流的音乐节 所以你说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几位歌手都是政府的补助或是私人的民间呢 补助他们去参加 其实可以分两个状态 就是说有一些音乐节是开放式 比如说你到网路上报名 然后地上自己的一些音乐作品 那他如果看中的话他会邀请你 那有的是要你自己付费 有的他可能会帮你付费 要看不同音乐节的定位 那目前我们这三四年来的音乐节 大概就是比如说一个单位 然后他可能选三个团体 那政府就出一点钱 机票啊住宿什么 然后他们可能飞去英国参加利物浦音乐节 或者是德国科隆音乐节 或者是像在法国坎城米店的唱片大展 或者像近一点的比如说韩国人川音乐节 日本的Somasonic或Fujirock 或者像前两年还有加拿大的一些音乐节 美国的德州音乐节 CMJ独立音乐节等等 那这些音乐节 加上轰隆隆隆隆隆 台湾大概有几十个乐团都去表演过了 他们去表演 有收取费用吗 他们会有一点show fit 会有 那他们去的目的不是比赛 拿冠军 而是说我有一个国际演出的机会 跟培养 甚至希望也许就这样认识一些一些 国外的乐手啊乐团 人家会把你签约啊 然后就交流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就说你的意思就是 当然这些都还是比较 刚窜出头的这些乐团 或是歌手才会有这样的被辅助嘛 那今天介绍这几位 其实张璇已经很有名啦 张璇是在2010年的时候 我跟他还有我们刚听的1976 加上苏命一起去法国的坎城的国际唱片大展 永信今天介绍的这几位是你随行采访的 对 我虽然不止这些 大概后面还有好几个 只是我挑了这几个团体出来 你的生活太精彩了嘛 那你等一下去演唱 你也跟着后面去啊 因为他们需要 有人补助你吗 有 他们要随行的乐评老师 是 所以你的 那我回来都会写报告啊 所以你变成乐评的专业人士 其实我自己也蛮开心 是因为 我不可能能想象说 自己有机会去参加每一个 重要的音乐节 那你好棒 你借这个经验 世界上的歌手你都可以看到 我去到非常非常多音乐节 认识很多新的音乐团体 嗨 所以今天这一集太精彩了 这是你累积出来的 青春岁月换来的成绩啊 好新的一些 像Mickland的这个国际唱片大展 它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 应该三十年有了 那台湾大概在 这个世纪开始 陆陆续续都有去 比如说像角同音乐啊 或者像风潮音乐他们都有去 他讲这个世纪 我还以为多久 不会就十四年吗 我被你一讲 好像变六十四年似的 讲话跟大陆人一样 这个世纪啊 对 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新的 比如说还不到三十岁 就团员年纪很轻 可是可能也没有什么经费 可以跑去法国 去参加国际唱片大展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当然是很难得的 那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 可能比如说住法的一些单位 还会说那你们反正都来法国 要不要巴黎就办一个台湾之夜 让那些的华侨 对对对 那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发现 就是来看表演的 大概有一半以上是大陆留学生了 对他们人多嘛 对他们人多很多 就很容易出现 然后他们知道有台湾的歌手来 张璇要来 天啊他们很兴奋 1976来很高兴 对 所以怪不得张璇上次啊 伦敦去的时候 就会发生那个大陆的那个 是 那这一次我跟他们去是 最主要是到坎城的 国际唱片大转每天 那是蛮大的吧 是 应该是最早 也是历史最悠久最大的一个 它等于是有一个 有点像B2B的性质 对 所以去那边很多的是厂商 那也有一些艺人歌手 去表演的时候 可能别的国家看到了 我就来找你说 那你要不要让我们国家 发行你的作品 它本来的状态跟用意 有点像媒合 B2B oriented 那这个导向这些年呢 又慢慢变了 因为现在很多是数位下载的方式 所以变成在那边表演之后 他直接找你说 那你有没有兴趣来这边 做truer的表演 直接把它带来看表演了 那这些人都是 就他也有比其他国家 你讲的这唱片大展 他是他跟很多人一起表演 还是他单独的这种小型的表演 他有一个convention center 他会有很多不同的 所以这个是唱片大展 是唱片大展 对 那可能别的国家知道说 今天有一个台湾的团体 整天在这里表演 他们就过来看 过来看 对那我记得那一次去的话 那一天是前面是大陆的一个团体 后面连续三个团体 是台湾的团体 对那我记得张选一表演完 就两组人嘛 就那老外啊 18级19级这样子 然后就围着他 就说你的机器人在哪里 你是有没有兴趣来我们这边 做巡回表演 2010年的一次 对那一次 然后淑敏也很有意思 淑敏是他一表演完 就有一个荷兰的一个制作人 跑去说 你的原住民音乐很有趣 有没有兴趣 跟我们的电音和大家看看 对对对 我那时候还帮他写英文信 就是把我联系那样子 那我问你 这个唱片大展 像坎城的这个算是蛮大型的 很大 他演唱的音乐是各种音乐都有 都有 流行音乐什么都有的 都有民族音乐什么都有 对 好这是张璇 那1976那一次也有去吗 有1976去了好多次 我跟他们大概去了 有三个音乐节 除了坎城的这一个 还有去过日本的Somersonic 还有在纽约的独立音乐节 CN这音乐节 对所以76这几年 算是我跟他们去 最多音乐节的一个团体 这些都是室内的音乐节吗 我说不是室外 像我们肯丁跟那个共聊 都室外吗 都有 都有 even像Somersonic 它的场地室内室外 它有好几个stage 比如说Island Stage Ocean Stage 不同舞台 不同舞台 对对对 那你也可以看我们自己的歌手之外的 其他人的表演吗 有像是最大的应该是德州的音乐节 它是整个Austin 小牛仔吗 整个Austin 两百多家的酒吧都是stage 真的 随你挑 你怎么去啊 对就是你想看什么 你自己去自己 按图锁 那种音乐节要付门票吗 要耶 它有手环 不同颜色是不同价位的 有的你进得去 有的你进不去 这种格格局在台湾还没有过 还没有过 而且它那个手环最便宜的 要从750块美金起跳 是啊 对因为德州音乐节很特别 我们要进广告了 好 因为这个再讲下去 广告都进不了了 没钱赚不行啊 来 那个回来了 可可早餐 7点到8点 年初五 今年年假的压轴 我们仍然是由袁永鑫 跟大家做流行音乐的讲座 压轴是出国参展的歌手跟乐团 他们吸取经验以及拓展国际市场的经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总是在阴阳的焦慌中等待 我总是太自豪忘记了自己孤单 我总是后悔说过的话 音乐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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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BO LUBOに LUBO LUBOに LU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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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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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玄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他是家学园园 你知道吗 因为他父母都喜欢听金句 然后他的哥哥 学古典音乐 那他呢 长得也很特别 声音也很特别 连事度很高 对 他是基本上就是必须冒出头的 可是有一次他领奖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玩 他比较在大陆还得玩领奖 说江然和 我得奖了 他这样子啊 他爸爸太有趣了 他爸是个美魔男 在他旁边也不觉得是他爸爸 那是我好朋友啊 我觉得张玄 他有一个很特殊的 特别是在这些国际场合当中 他会很快的吸引到 别人对他的注意 因为他是那种西方人 比较喜欢的东方女孩的形象 他应该英文也很好嘛 很好 非常好 而且他在巴黎表演的时候 给我讲黄色笑话 我嫩了一下 真的吗 他爸听到会打你 不会 不会 因为他 其实他们家从小 江然和夫妻两个人 看这个国家音乐厅 跟国家戏剧院的表演的比例 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们两个都喜欢 英文 那所以这两个孩子 这个 但我每次很不好意思 发展 真是 不意外 我遇到张玄 我都说 你弟弟怎么样 他就说 哥哥了 他说他是我哥哥 他就很生气 所以张玄为什么要叫张玄呢 他为什么不叫焦玄呢 我没有问过他 这是他的那个艺名嘛 对 有时候 以前 以前还有MSN的时候 会遇到他聊了一下 后来就是有收简讯问候一下 他是什么样的女孩子 他的出道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他还 还真的很文青思维的一个 一个女生 就是他会把生活过得很像在写文章吧 但是是用唱的方式在写 是哦 他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像焦仁甫 他的哥哥是那种学古典音乐 对 他的那个发展好像是培养一个 不管是古典音乐的乐评 或是古典音乐的专家 我觉得他是往这个方向走 他现在脸书上他常暴走 对 是嘛 交人府啊 那就要发泄嘛 那张玄呢 他是自小自我 就这样还是顺其自然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 他算什么样的歌手 我请问你 我认识他是从海洋音乐记 当时他有一个乐团 叫Mongo Run 他是从乐团里主唱 起家的 是 那可能当时的那个状态里头 他有很多的叛逆 他觉得要用很多的方式去 他喜欢音乐 他喜欢音乐 然后混乐团 嗯 这个是很经典的 然后他可能 从小的栽培的过程当中 他就不是那种 我们所谓那种 脏脏的很猛烈的Rocker 姚文克 不是这种 不是这种 对 你讲了有道理 就是他有点叛逆 可是他只有在头发的颜色上 来这个区分 其他部分都文文静静的 他很优雅 对 极脂谈吐是 是非常well educated 所以你 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不觉得说 他的叛逆能够有多么大叛逆 就是还是一个很有礼貌 修养很好 对 那他都唱什么歌啊 他大部分都比较像是 城市民谣 哦 民谣起家 嗯 那民谣又跟啊 明歌有什么不同呢 呃 明歌 老问这种怪问题 明歌跟校园明歌又不太一样 哦 是哦 明歌有一点像是 比如说以前在呃 传唱 口耳传唱的那种 哦那民间的民俗歌曲 比如说客家民歌啦 陕西民歌啦 那校园明歌又不同 校园明歌是 等于是在台湾的197576年 就无处处啊 对他们出来 他们那些 对对对对 呃 创下来的 是 那 橄榄树啊 对我听过 林晨姐跟我说 当时是呃 蒋军整理了很多 呃 呃 那个跳 那旧人的那个 那个 旧人啊 对 他就说他整理很多 他的作品的时候 他发现呃 这样的歌曲 其实是都是从学校写出来的 嗯 他用了校园明歌 校园明歌 所以才变成校园明歌啊 对对 就那时候我们有齐玉啦 李建复啊 是是是 他们是用 他后来就用校园明歌 来定 定地 这个风格 哦 那像张璇 他就是属于就说 好就是 这一种 大家就有点民谣的感觉 对 有点民谣 对 但是他那种民谣 又不是那种 以前的比较 有乡土味道的 嗯 那样子的一个 他也比较国际性 对就比较 都是学生出发的 那对 那他为什么不变成像蔡依玲啊 安倍啊 姐姐这样子 他可以爆发力很强 可以赚很多钱呢 你说张璇 张璇呀 他不是这种人才 我这样问呢 你出去跳海比较快吧 这样 我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歌手 他是不一样的 这个特质 然后不一样的 行业上的发展 我对张璇的观察 应该是在 我刚开始认识他 在海洋 因为其实那个阶段 他其实很想当一个 很爆发力的摇滚人 嗯 但是后来他自己 出唱片唱宝贝的时候 他被塑造成是一个 呃文青安静 啊 然后 对 有礼貌 无文儒雅 小贵族 但是不是那种 高高在上的贵族 当时大陆对他的形容是 呃出生自小资文化 宣袍的 哦小资女 小资女 对是用这样的方式看着他 哦是 后来王妃又很喜欢 他的宝贝嘛 然后唱给自己的小孩听嘛 对 后来张璇就好像 也没有那么排斥 他只是把他当作 一个蛮有趣的 是 称谓这样子 哦 那这两年 他自己的创作 也开始走的 就是比较 如我所说的 他 他是以一种文学的方式 在过生活 嗯 跟写音乐的东西 对 有心他有一点 寂若福寝啊 这个四天的节目里 你都不讲天后天王嘛 对不对 你的意思就是 他们太红了 不需要了 对不对 不是啦 因为 因为 他们已经十几年来 都有很大的一片天空 对对对 那我觉得 我想要让新世代的 这些歌手 有更多人知道 永新比较有未来感 也就是因为在 永新的这四天的 这个流行音乐的 讲堂课教室当中 我们会发现 虽然很多人说 啊 这些人现在你看到 小猪啊 这个五月天啊 这个蔡依玲啊 周杰伦啊 这个 呃 肖敬腾 肖敬腾算新进的 这个才这几年 这些人 其实 在他们的光耀之后 还有很多的 这个流行音乐的工作者 他们还是在 兢兢业业的 在等待 有一个机会 给他们舞台 而且他们一直在 这个圈子 不断的写作 只要一有机会 他们就会变成天后 随时可能都已经 他们已经都算 准备好的状况 哦 好棒哦 这就是流行音乐 台湾的这个 可以不必忘之非博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真的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那我是觉得 金曲奖应该再办得好一点 有啊 我们再努力 今年金曲25 要办得比去年的金马50号 我觉得应该叫 HitFM办才对 嗯 这不是我觉得 你不觉得吗 HitFM办的 我们那个Hito 那个排行榜 多好看哦 HitFM可以去标 这个办奖 谁要标 那个政府的案子啊 跟政府做事 累死人呐 哈哈哈哈 真的啊 我骗你啊 那你去跟张局长说 我看那个Hito Radio的 那个排行榜的 那个演唱会有没有 那真好看 你在看金曲奖 见鬼了 这就是我们政府的原因 但我没有得罪金曲奖 主办单位的意思 我也不知道 谁主办的去年 来 我们打进段关卡回来 我打电话给张局长 立刻回来了 我们像是笑着 不或什么都不说 你说的是真的 我们像是笑着 又梦了快乐 哦 哦 Coco早餐新春特别节目 我们哭开始就明了 真的世界不欢迎不需要 天真的笑 我们我努力学撒娇 因为爱不会平白无辜就 难得到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是 来 今天呢 大年初五流行音乐教室七点到八点 我们的过年的Coco早餐特别节目 非常谢谢永鑫 这个压轴帮我们讲的是 我们的乐团乐手 他们出国参加这个音乐节 或者是跟音乐有关的这种 这个活动 他们呢 你都是同行的 这几位今天讲的是 你都在现场 我大概参加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法国的唱片大展 看成的 对 然后不久后又去了 纽约的CMJ的独立音乐节 那那一次去的话 就有回声乐团 1976跟熊宝贝 隔年又再去第二次的CMJ 那德州音乐节在Austin 那次去的话 那次去好多团体 就是200个酒吧都有 对对对 那时候去有 有望福宇宙人等等的 然后日本的Somersonic 那一次去 有四分会 有1976 那次去还有五月天 他们也有去Somersonic 还有人川音乐节 其实人川音乐节的时候 有肌肤乐团 还有草莓秋心珍 我们现在进了个TZ Bag 对 所以其实这些乐团 在海外的表现 跟我在当地 在音乐节当时 看其他国家 他们或者是 那个国家在地的乐团 相比较下来 我发现台湾乐团 还真的是很厉害 不是吗 不说他们 怎么说呢 舞台的表演呢 还是音乐的深度呢 好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传言叫肌肤 My skin against your skin 他们在韩国人川表演的时候 他们被排在 就是比较前面 而不是什么压轴的地方 可是他们才上去唱第二首歌 你知道那种 连别的舞台的观众 都被吸过来了 为什么 因为女主唱太火辣了 然后音乐很精彩 是什么 她的skin已经贴到 你的skin上了吗 她就有一点像那个 有一个国外的团体 叫Blongly 对 然后他们在表演的时候的 那个摇滚跟 那个节拍感很强劲 所以就看到前面 很多的那个男生 就是开始脱衣服挥起来了 你觉得就是说 她其实就是实力的 展示的场所 像这种 这个音乐节 而且一表演完 居然有一到两家的 一个是 有点像韩国的 我们的ICRT的 这个英语电台 请她立刻去上节目 然后有一个 在地的音乐杂志 立刻请她去拍照 然后隔天 我们看到那个拍照 是等于是首页封面 是哦 的规格 然后就吓一大跳 就是非常非常受到 他们的喜欢 哦 这是肌肤 对 肌肤乐团 那TZBag是他们 一表演完之后 他们到隔壁休息 就有歌迷开始来 要签名拍 就是拍个要签名 就是显然 台湾的乐团 出去别的音乐节 人家在跟很多 不同国家比的时候 台湾乐团是很被肯定的 竞争力蛮强 你要介绍一下 TZBag吗 这什么意思啊 T-I-Z-Z-Y B-A-C 当初好像是拼错字母 就这样拖就错 什么意思啊 对对 所以他可以自己创的名字啊 他们才1999年就成军咯 那么久了 15年了 然后后来在2003年的海洋乐节 拿到了首奖 拿到最大奖 然后隔几年之后 他们陆续出专辑也好 EP也好 他们一直有一群固定的 小众的支持的粉丝 有几个人组成的 他们是三个人 就一个主唱啊 一个主唱 然后鼓手贝斯手 主唱先keyboard 那他们在前几年 办的任何一场演唱会 大概就是像Legacy 这样的规模 都是Soft Out 可是去年他们第一次挑战 就是千人以上的 台大体育馆 就是完全卖完了 是啊 所以他们的 已经15年的经验了 对 他们就是可能歌迷 从300 年纪也不小了 也30好几了 30好几 对对对 你觉得这样30好几的 有15年经验 他未来还有爆发力吧 他们越做越好 他们去年推出的专辑 是我觉得去年 台湾乐团圈的 就前几名非常棒的 制作词曲都很棒 他们是什么乐团 也要摇滚啊 他们当然也是以摇滚为主 但是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摇滚性格里头 有一些比较 我觉得比较艺术的特质 就是尤其像主唱慧婷 她自己keyboard show 那她的vocal是有点刚性的 所以一个女生 比较刚烈的喉音 然后搭配比较摇滚的表演方式 比较不一样 比较不一样 很容易就是被吸引住 我记得当时在海洋乐队 他们脱颖而出的时候 冰省机的陈山 你就是非常喜欢这个主唱的声音 他们就是在海洋音乐节 他们就是参加演出 展露头角 所以其实参加这些音乐节的活动 不管是在哪个国家 你只要准备好的 你如果只是素人 你就可以很快的 就像电视上一样的 就很快变成红人这样 因为台湾的乐团 一直没有太多的表演舞台 尤其在十几年前 根本没有几家live house 那音乐节就只有一两个 你不在那个地方被看见 你要在哪里被看见 一定是这个情况 那他们现在主要的 这个除了演唱 你刚刚讲台湾体育中一千多人 搞不好最后 他可以到小巨蛋去了 有可能 因为他们在去年的 一个以女生为主要元素的 叫犀利趴 他们也去了小巨蛋 那个反应非常好 对 那我觉得现在的乐团 有一个特色 以前他们就是上台 然后就是乖乖的 就是把歌唱完 他们现在都会用很多视觉 投影 他们也知道要跟 这个下面的粉丝们互动 不要那么冰冷 就是开始 你会觉得是一个 很好看的秀了 是一个表演事业 对 不会就是闷头 唱闷头表演完就走人了 不会 就是开始有互动 所以这些乐团 他们呢 就是说他们可以跟这个 市场的 呼应就是了 是 而且现在乐团 对于视觉的包装 这个事情 它不但在表演上面 像过去这一整年来 MV的拍摄 都让人家非常印象深 因为在手机上面 会说网络上面 可以立刻让人来喜欢 因为要立刻被转 被转月分享 那他们的副架价值是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说 像小猪自己也做 他的什么T恤 是不是 那五月天也有自己的 有啊 T恤的演唱会 也是有 也是有周边商品 但是没有做到 潮牌那样子大的规模 他们还是就是 可能也是因为 三个人编制 比较 小 对 他们目前还是 以演出为主 他们去大陆演出吗 他们有去大陆演出吗 应该有吧 只是我没有特别 听他们提起 但是他们海外的音乐节 有在参加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 这些出国参加 这些音乐节活动的 歌手跟乐团 是永鑫自己有 跟他们亲身 这个互动的经验 跟着一起去 是 1976 那1976 比TC Back 资深还之前 更早 更早啦 对 他是1976年出道的 对 1976年出道 不是啦 出生啦 1976年出生 然后出道时间 比他们早 但是1976 因为这个团名呢 在大陆成 1976出生啦 他们 他们 害我吓一跳 1976出道 是不是变成 马英九的年代了 那1976出生的 这个团名 后来让他们 好几次进大陆进不去 为什么 好像敏感 这么敏感呢 1976 是吗 文革结束不是吗 那1989比较敏感 那更敏感 所以如果 有个团要做到1989 应该永远进不去吧 那就改成7619 大陆不是北京 有个798 1976其实也很有意思 他们比较像是一个 文青的摇滚团体 1976 现在也大不了 也中年了 对 尤其那个主唱阿凯 他开了一间店 叫卡夫卡 海边的卡夫卡 现在也变成是一个 村上村树的那个 对对对 所以他们在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文创产业界 其实他们都还有 小有耕耘 而且有收获的 是是是 那就是什么 包括连马莎都开了一家 离线咖啡厅 在华山那边 他们现在都各自 马莎的咖啡厅 对对对 他会去唱吗 他不太会出现在那里 那他开咖啡厅 那我去干嘛 跟他立牌照相啊 没有立牌在那里啦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但是咖啡厅很棒 问题是你开个咖啡厅 这个是马莎开 你叫他给我马莎特色啊 是他很会调咖啡呢 咖啡很好喝 然后他虽然叫 马莎籍的咖啡吗 别人调不出来吗 然后他咖啡厅叫离线 大家都在上网 你说好不好玩 我知道啊 都在放五月天的音乐 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那没有 有意思 就是说你这些艺人 你开你的附带 附加的这个创业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鲜明的特色嘛 那我这个一般的喝咖啡的人 就会说 那我如果喝新自己的 跟你喝马莎籍的 有什么不一样啊 马莎那个现在还在市营运 所以其实都是 Untertable 大家 哦是啊 因为这人才知道 哦在华山 对对对 但是不想确定location 如果你要去我带你去 好 天哪 好像地下咖啡厅似的 是是是是 来立刻回来咯 你所收听的是 寇寇早餐 过年的特别节目 今天呢 是年假的 最后一天 亚洲好气 颜永青给大家 的流行音乐教室 出国参加 这个音乐节活动的 这些歌手 他们的精彩的表现 最后一段 你不要错过了 赶快休息一下 立刻回来 Coco早餐 新春特别节目 在此从忘却中醒来 紧紧的诋毁 无垠的思念 穿越了漫长的等待 天望着梦境思念的模样 我只想在此刻紧握你的手 就让我在意你的悲望 流连着梦境 流连着梦境遗忘的温柔 多情的歌唱 唱了唱 不够诉说 心中埋藏的话 多意的每一天 即使用深夜想 只要以为在你的手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呢 大年初五 在我们的 可可早餐 七年到八点 非常谢谢永青 连续四天 把我们做了特别节目 而且非常有深度的 流行音乐教室的讲堂 那今天最后一天的 这个压轴 出国参加音乐节 或者说参加一些 音乐活动的经验 这个回声乐团 你是什么时候 跟他们出去的 2010年底 在CMJ 十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纽约的秋天好漂亮 我记得很深 印象很深刻 十月的纽约 我们那时候是在 纽约随时随地都放 对 我最爱的城市 对呀 然后那一次去的时候 他们在一个 Life House表演 他们隔壁那个表演场地 就是那个Blue Man表演的地方 对 我印象一直很深刻 那回声那一次表演 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是 他们跟熊宝贝1976 在表演的时候 我旁边一直有一个老外 就是拿着纸笔 问我一个问题 然后就写一下 问一个问题就写一下 你不变成两 他们的代言人了 因为我在主持啊 所以我在旁边的时候 那个老外就一直问问题 就隔天我才 从纽约时报看到 那个报道 那就是那个记者 对 然后他括了我讲的话 纽约时报记者 对对对 然后我当场愣住 然后张铁星来说 你怎么会在那个地方出现啊 那你为什么 那个报纸有剪下来吗 有抠起来吗 没有 张铁星啊 张铁星就是 张铁志他的时候在 张铁志 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 香港的那个号角的主编 他开始有注意 那个他们的那个 music and art的专栏 所以他看到 台湾之夜那个报道 还有意外 好棒啊 对对 那那一次就发现说 哦 其实台湾乐团 真的去国外的时候 人家是一本正经的 一本正经的 所以我们的台湾的 华人的流行音乐的 嗯 一个基础的 发光的世界的 形象跟地位是在的 对 而且在国外看得很认真 我觉得我们的 我们自己没有乐品文化 对啊 我觉得我们政府 没有好好的把它 那个用 行销的方式国际化 所以你看有一次 我们在讲音乐论述的 重要性的时候 在国外这个都是 content 这个都是content 台湾不重视这几块的 哦 是 哇那回声看到人家乐评 不是高兴死了吗 有啊 所以当那一次 纽约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 他们自己也有 更多的自信 像他们最近要发的 新专辑 虽然是说四月份才要发 可是他最近的几波歌出来 评论都非常好 那回声是一个 什么样的乐团 呃 主唱博仓 他自己也是一个 音乐平台网站 Indie Fox的发行人之一 然后像他们的鼓手 呃 春佑是个女鼓手 嗯 对 然后 呃 女鼓手啊 女生做鼓手 最后手会不会变出啊 嗯 不会啊 很无聊的问题 她很漂亮 啊 是正媒 手背很细嘛 她很正这样子 对对对 永鑫说正应该真的很正 因为永鑫的眼睛 已经发出了红色的光芒 嗯 因为我脸上都会去偷暗杂 哈哈哈哈 对 就是他们其实是一个 呃 上台有很棒的样貌 嗯 然后在 斯底下 其实又很有亲和力的一个团体 嗯 那伯仓的歌词跟演唱 他演唱是有点那种鼻音共鸣比较重 嗯 然后呃文字也比较有点华丽的 然后又带点迷幻味道的那种文青型的歌手 嗯 那他们最近的一首歌还找了那个呃 凤晓月 哦 对 然后那个MV就拍的好像是两个男生的那个爱情故事 这样子 非常 凤晓月好像演戏也都演这种嘛 嗯 嗯 可是凤晓月吉他弹得很好 是吗 对 因为他们合作的新歌那时候一个多月前 他除了演戏之外也写歌啊 也唱歌 然后呃 那个博昌主唱就用那个email先丢了连结给我听 嗯 然后博昌说哎 你这吉他弹得不错 他说不是 是凤晓月弹的 是哦 后来我才知道 哦 他自己是一个很棒的吉他手 嗯 嗯 对对对 所以哈 台湾的乐团你从第一天开始帮我们介绍乐团 嗯 对 那一直到今天呢 你介绍的这个参展的人里面 嗯 有呃 有三个就是乐团啊 对啊 1976 Tizzy Bag 跟呢 回声乐团 对 我们台湾有好多好多的乐团 台湾现在应该 至少一直在持续 比如说做表演也好 不管是音乐节的表演 或者Lam House表演 呃 一年下来我相信 三四个百个团友 所以喜欢音乐的人 他就会组合在一起变成乐团 然后大家就相约 在正职以外啊 就去唱歌啊 是是是 去演出啊 是 其实好像以前校园民歌的那些老手们 他们现在偶尔还会在城市舞台演出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那个我每次都会遇到那个 吴楚楚大哥 对 他每次跟Michael 我就说 哎你们是台湾版的Simon & Davenco 他们好好玩啊 他们到现在也不放弃 他们的演出的这个欲望啊 对啊 那哪一天来一个纵观线吧 我觉得校园歌曲的 纵观线不会再有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校园歌曲的纵观线啊 那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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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时候的纵观线这个 那个是这个是是谁啊 是李宗盛啊 他们那个 华健他们弄 那校园民歌也可以来个纵观线啊 现在校园的气费 我觉得一方面是这几年的 星光大道这种歌唱比赛 取代了 很多对取代了 所以很多大学生都认为要用那样的方式 才能够出头 对那但是我们很了解 其实最主要台湾 我觉得啦 我看到的那个未来的那个力量 是在玩音乐的乐团 这些人 你觉得是这样子啊 嗯 这是永兴的看法 就是说乐团反而他的 因为个人vocal 你到大陆那个我是歌手 所以说中国好声音 随便一看新疆来一个就把你吓死了 而且大陆下已经这样子 他就是一季 对不对 就是这个素人 这一季因为在电视有比赛 所以这一季的商人 他就签下来了 他就签下来了 可是你比完了就没有了 他就看下一季的人进来 所以那个独立的vocal的原创者 他这个大陆因为人海战术 所以人太多了 他就一直换一直换 你认为台湾如果有乐团的组合 这也就是为什么 SHE五月天他们这些人 目前在大陆的市场 还非常大的缘故吗 我觉得台湾在某些层面上面 一直有丢出新的思维跟想法 而且用新的音乐元素去融合 可是他要有东方文化的特色 他要有一个 比如说可能是歌词的词峰 可能是音乐的乐器的用法 编曲的概念 也可能是表演的对应的这些内容上面 他在那个东方的元素上面还是在的 就他有一个台湾的独立的一个台湾文化现代感在 但是他又要跟大陆的这个中华文化的市场能够相互引 毕竟我们现在还是把繁体滞留下来的精神存在 所以今天跟永鑫谈到最后一天压轴 我们四天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创业的点子了 对不对 是你脑筋动得很快 我没有想到那么远 不会啊 这个台湾的软实力很很好的 只是我们的官僚系统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百年活动的时候 梦想家这个活动被污名化以后 其实他有灼伤 我们政府推动软实力 有 推动文创的决心 灼伤的程度还相当深 对不对